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佛曰,一切众生不知诸苦之根本者 皆兮轮回再于生死 人死后会转世投胎吗? 真的有奈何桥和孟婆汤吗? 相信大家都有不少这样的疑问 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轮回的真实事例 近代时期,燕灵有个姓赵的寡妇 她早年丧夫,膝下没有子女 每当看到别人家中子女成欢膝下 心中总是十分羡慕 她总是忍不住想 若是自己有个孩子便好了 赵寡妇五十岁那年,身体越发不好 她想到自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心中倍感孤单 忍不住跑到王夫坟前痛哭一场 自那天赵寡妇去了一趟坟地之后 身体便百般不适 吃什么就吐什么 她找大夫想开一剂药方 结果大夫却说她有了身孕 赵寡妇听到大夫这样说 愣了好半天,没有缓过神 自丈夫离世以后,她一直恪守护导 从未与任何男子有过来往 怎么会突然怀孕呢 赵寡妇愣神过后,心中又觉得高兴 不管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 总算是意外之喜 以后她也有人做伴了 随着赵寡妇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村里关于赵寡妇的风言风语也越来越多 赵寡妇却并不在意这些 她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 吃好喝好 为产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做足了准备 终于到了赵寡妇生产那日 她腹中的孩子似是非常懂事 并没有折磨赵寡妇 赵寡妇使了几下力 孩子便平安落地 还是一个大胖小子 赵寡妇看着儿子十分高兴 她想到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孤单了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邻居一个姓郭的媳妇 看到赵寡妇年纪大了 体谅她一个人带着儿子艰难 并主动过来伺候赵寡妇做月子 赵寡妇心怀感激 对她谢了又谢 赵寡妇给儿子取名叫文福 文福满月那天 赵寡妇知道除了郭氏一家 不会有人来为她喝喜 她不想委屈了儿子 依旧为儿子准备了满月酒 没想到那天却来了一个奇怪的道士 那道士的胡子和头发都白了 穿着一身洁白的道袍 看上去颇有一些先锋道骨的味道 她自称望尘道长 听闻赵寡妇洗的柜子是前来道贺的 赵寡妇看到望尘道长来为自己喝喜 心中万分高兴 立刻将孩子抱来给望尘道长看 不料望尘道长看到那孩子以后立刻跪了下去 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 还冲她喊爹 赵寡妇和郭氏一家人看到这一幕都愣了 他们好半天才反应过她 赵寡妇上前扶起望尘道长 慌忙询问原因 望尘道长叹息一声 这才说明了原因 原来望尘道长父亲的坟墓 与赵寡妇王夫的坟墓相连 赵寡妇在王夫坟前哭诉的话 望尘道长的父亲也听到了 他是个心善之人 因不放心望尘道长 才一直为投胎转世 望尘道长的父亲 见赵寡妇哭得如此伤心 在求得阎王同意后 才破格投胎到了赵寡妇府中 望尘道长的父亲早逝 他和父亲的感情极为要好 为了见到父亲的亡魂 他才开始修道 如今看到父亲转世投胎 也就知道自己和父亲的父子缘分到头了 他此次前来 就是来见父亲最后一面的 众人知道真相以后唏嘘不已 望尘道长喝了文福的满月酒便离去了 此后他再也没有出现 随着文福渐渐长大 赵寡妇将文福教导的支离董事 还将文福送去学堂读书 文福聪明伶俐 读书十分刻骨认真 在学堂名列前茅 后来文福考中功名做了官 母子二人过上了好日子 赵寡妇日日叮嘱文福做一个清官 平时还时常施舍穷人 因此他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瘦中正气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田水沟村 这里有个叫做徐世渊的老人 徐世渊老人年轻的时候是个木匠 十里八村的有什么木匠伙计都会来找他做 老人不但手艺好 而且要的价格也很低 因此成了远近文明得意双心的好木匠 徐世渊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去给一个即将娶亲的家庭打一副家具 那会儿的木匠干活都是在东主家里干的 就在徐世渊干活的过程中 东主家的老狗生下了一窝小狗仔 其中一个小狗自从睁眼之后 就一直晃晃悠悠地跟着徐世渊 好像特别喜欢他一样 几天相处过程中 小狗一直跟着徐世渊特别亲 仿佛一人一狗之间 存在了什么宿命的纠缠一样 家具打好之后 徐世渊就准备回家了 但那只小狗却跟了过来 徐世渊发现这只狗跟着他 就抱着小狗回了东主家准备送还 东主见状说 这个狗跟你挺有缘的 那么喜欢跟着你 你就把他带回家养吧 反正也不差他一口饭吃 徐世渊点点头 谢了东主就抱了狗回家了 当时的徐世渊还没有结婚 父母也都身体不好 这只狗的出现倒也让徐世渊的生活多了一份欢乐 徐世渊一家都很喜欢他 三年之后 这只小狗已经长成了大家伙 一米多高的身体 一百多斤的体重 成了看家护院的主力 或许是他的存在 使得徐世渊家里这三年来 从来没有遭过贼 也没有丢过东西 这一年 徐世渊通过媒人定了一门亲事 女方叫张兰 是隔壁村的一个姑娘 模样一般 但是贵在人好 一年之后 两人就完婚了 婚后的二人日子过得平淡幸福 张兰也很喜欢这只大黄狗 把他当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 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分给他一份 婚后的第二年 张兰就怀了孕 也就是这年夏天 隔壁省大汉 当地的村民颗粒无收 因为大汉的原因 出现了很多吃不饱饭的人 也出现了很多盗贼 这些盗贼开始疯狂地涌荡 有一些人就跑到了甜水沟一带 那年夏天 徐世渊接了一个做家具的活 离开了家 由于东主的活比较紧 徐世渊就住在了东主家 家里就剩张兰跟父母三人 加上一只大黄狗 这天夜里 正在睡觉的张兰 被大黄狗的叫声吵醒 他起身去屋外看了一眼 谁知却正好迎头 遇到了盗贼 盗贼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张兰 正想有所动作 大黄狗猛地窜了过来 一口就咬住盗贼的脸 将其扑倒在地 盗贼被大黄狗扑倒 张兰急忙开始大喊 盗贼一听张兰的叫喊就急了 捅了大黄狗一刀 一把向他推开 随后就起身持刀冲向张兰 张兰赶忙就往屋里跑 此时大黄狗流着血 又一次冲向了盗贼 一口咬住盗贼的脚 往后一拖 吃痛的盗贼就用刀子 拼命地捅大黄狗 折腾了好一会儿之后 盗贼没了动静 而大黄狗也只剩下了 很小的哼击声 村民们此时都闻讯赶了过来 过去一看就发现 大黄狗和盗贼都已经被气了 随后村民就把盗贼给抬走了 喊了官方的人过来处理 张兰抱着大黄狗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一早 徐世渊就赶了回来 看到已经死去的大黄狗 徐世渊痛哭流涕 当天徐世渊就在院子里挖了个坑 将大黄狗埋了 也就是这天夜里 悲痛的徐世渊躺在床上 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地折腾到了后半夜 突然徐世渊听到了大黄狗的叫声 鬼使神差的他就起床走出屋子 来到了院子里 刚走到埋葬大黄狗的地方 徐世渊就看到 大黄狗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震惊的徐世渊正想上去摸摸他 但随后让徐世渊更惊讶的事情出现了 大黄狗说话了 大黄狗告诉徐世渊 他叫郑英才 不知道为什么 徐世渊听到郑英才这个名字 就莫名其妙地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徐世渊就是想不起来这是谁 大黄狗继续说 我今生投胎成大黄狗到你身边 就是来还前世的孽债的 徐世渊正在惊讶之际 大黄狗又说出了一段 令徐世渊至今都难以置信的事情 大黄狗说 前世我是你的儿子 自幼丧母是你将我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 但我却成了个赌棍 不断输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还经常对你大打出手 后来我失手打死了要债的人 你替我去官府认得罪 也替我偿了命 我把你埋葬了之后 就上山成了出家人 直到老死都没有再下过山 我生前顿入空门 消了业障 但我跟你的这份父子之债 却必须要偿还 这份孽债不消 我就无法转世成人 所以我才转世成为大黄狗 来守护你 不知何故 徐世渊虽觉得 郑英才说的事情难以置信 但仿佛自己真的经历过一样 他莫名地感到很伤心 也很欣慰 大黄狗最后告诉徐世渊 这份债还完了 我也该去转世投胎了 若是有缘 我们下一世兴许还能遇见 说完 大黄狗就走了 徐世渊回屋里躺下休息 一觉睡到了中午 同时他还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前世的他 郑英才的父亲 郑盛 直到今天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徐世渊如今儿孙满堂 何家富贵 但他还是时常会回想起 年轻时跟大黄狗相处的日子 以及他梦中的那一世过往 他常常想 兴许自己的儿孙当中 就有大黄狗的转世呢 佛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事 每个人都是在轮回当中 流转了无数事 才来到今天 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还继续 不断地营造善业 或者恶业 依靠这种业力 我们还会不断地 在轮回当中流转 所以我们要多做善事 多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怀揣着大乘菩提心 有一种妄我 利他的精神 将自己的一切都付诸他人 只要是能帮助到他人 就要尽力去做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佛光铸造全家 其如意 拜您永远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